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热消融中 效果最好的是微波消融 微波消融的原理是利用高频电磁波产生热 引发局部凝固性坏死 它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到达高能量 治疗的范围比较大 它的消融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 而冷消融是利用亚氦刀做冷冻消融 它的原理是利用氦气快速的冷冻 使温度瞬间降至零下负160度C 使肿瘤组织形成冰球 接着以氦气快速升温到达25度C 使冰球破裂 肿瘤组织绷解以杀死癌细胞 如果肿瘤的体积太大 我们可以多针同时使用 扩大治疗范围 亚氦刀冷冻消融的时间一般会比较长 大概是40分钟 针对热消融可能造成的疼痛 目前承大医院使用胸椎应急磨上的麻醉方式 使患者在过程中可以全程清醒 自然呼吸 不需要擦管 并且全程无痛 肺腫瘤消融可能的并发症 包含发烧 咳血 气血胸 气体酸塞 气管热膜搂管等等 一般而言 肿瘤的体积越大 位置越靠近中央 可能产生并发症的几率越高 以下跟大家分享实际治疗的案例 这是67岁的男性 左上肺肺腺癌 病人因为多重共病症 以及肺功能不好的原因 不适合接受手术 病人选择微波消融 我们可以看到 微波消融的范围完整地包覆住肿瘤 在半年以及一年半的追踪 肿瘤逐渐变小 留下局部纤维化 目前没有复发的情形 这是84岁的男性 左上肺肺腺癌 他的肺功能也不好 他先后接受过放射线 以及标靶药物治疗 后来肿瘤复发 病人选择微波消融 这是我们实际治疗的情形 手术中我们透过雷射定位仪的帮忙 将探针精准地放到肿瘤里面 右边这个是手术后的追踪 可以看到肿瘤送到控制 没有再继续变大 这些59岁的男性 有多发性毛玻璃状肺节节 在追踪的过程中 有一颗逐渐变大 病人选择接受冷冻肿瘤消融 中间这张图是治疗中 可以看到治疗的范围 完整地包覆住肿瘤 右边这张图是治疗后 可以看到肿瘤已经不见了 肺肿瘤消融术 可以与手术、药物治疗 或放射线治疗合作 或者交替使用 加强局部的肿瘤控制 提高整体治疗的效果 陈大医院肺肿瘤消融团队 由影像医学部、外科部胸腔外科 以及麻醉部专科医师 所组成跨专业领域团队 提供病患完整的数前评估 以及安全、舒适、有效的治疗 最后也要提醒民众 平时应该避免抽烟 接触二手烟和空气污染 针对肺癌高风险族群 可以接受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的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我是陈大医院影像医学部林佳颖医师 感谢您的聆听